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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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因为到下一到最后一次会到时候 本学的这一届的课还有一个是讲到那个 慈犯片的部分 对不对 慈犯片到时候从前面的那个什么 那个慈犯 慈犯总 那个叫做总章还是总相 然后在别项的部分就是讲到五阶八阶的部分 这样来讲 那就是一本教材 他可能或许就这样可以把慈犯片讲完也可以 说不一定 这样子 所以那我们这一堂课假如说真的可以的话 到时候我们这一堂课可能讲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三宝 四种三宝可能讲完的差不多就到一个后面的那些 所谓的可能章节 可能时间上 因为依照通真记的这个本子要讲 真的是时间上是我们表白的时间上是不够 总共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四门规计以这个仪吻总共那个了兰大师 正中的部分 就是正中的部分就分十科 这个随篇别词总共十篇来解释这个内涵 四门规计你的内涵 那我们现在是讲到这个丁二的计时护法篇当中的这个 这个四种三宝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能讲多少算多少 这个里面的文 假如真的到时候我们的确是讲不完的 那讲不完以后我们可以回去 有时间可以自己再去翻阅 那假如真的有问题我们也可以 有时候问题可以透过LINE 或者什么样来讨论都也可以 你们自己可以看 因为那里面的文 这个宣主还有了兰大师解释也算 算蛮详细的 因为他老人家这个课很详细 所以我记得这个学院的那个陈寅法师 他之前他也讲过四门规计通真记 完了以后他最后好像要再从讲第二次的时候 他就把了兰大师的这些注解全部完 他单单就是只有录那个什么 录那个宣主的文 那就一本比较小本 可是那宣主的文比较 真的他的严简易改教 没有那个了兰大师详细的解释 有时候光看到那文消失 有时候还是比较内涵要解释 因为他那个安排 我看他那个安排也主要是 当时好像是网络的课程 网络的课程 所以那个时间也比较压缩 所以他变成做这样子 那我们虽然用这个课没办法讲完 但是这个本子在 你们有时候文字都还在 你们可以没讲完部分也可以翻 因为前面的这个 我们讲这第一篇 那个所谓的进本新教这篇 他有讲到大义 我们入佛门从最初的 可以说我们从最初入佛门以后 一直到我们乃至这个什么 我们凡有请借个作佛 佛陀也在经典里面授记 一切众生借可成佛 那既然我们最后的 所有的众生最后都会朝着 这个成佛之道走去 断乐修缮度众生的这样的 试验去走 那变成说从我们最初的 这个什么地基 就是从这个恭敬的这个什么 敬本 敬的恭敬的根本 就是入佛门的一个根本 那个什么 我们在这个文中 这个师门归记当中 那个宣主也开 也把引了大乘小针的经论 说出这个什么 那个恭敬的 我们恭敬的相貌 还记得三个字 禅 信 智 这三个 那惭愧禅心所 就是那个小称论提到的 那大称的经典在华言记里面提到的 就是什么 信心跟智慧 这个是恭敬的一个相貌 从这边开始 所以你看这个相貌可以到 从我们最初的凡物会 乃至到成佛 这三个 这个什么 从恭敬里面下手 是我们成佛的一个根本 这样子 所以那个 民国初年的那个英光大师老人家 讲过什么 那个 他的那个文操当中讲过什么 结成敬敬 妙妙妙妙 有没有 讲四个妙 不是三个妙 他在讲妙妙 所以从恭敬当中 佛法的功德 从恭敬当中求 所以既然是如此 我们有成佛的音种 来用对的方法 所以从恭敬当中求 那最后我们求到极致 我们就是成佛 这样子 这个是我先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些补充的 那这个我们翻到这个 上次我们讲到35页 我们一体三宝讲完了 其实一体三宝讲的都是我们这念心 我们这念心 他法尔就具足这个什么 兴具的 我们就讲了 佛法身三宝 自信三宝 也可以这么说 这样子 所以那个宣主也花了很多的文 来解释这个一体三宝 那我们讲这个一体三宝 这个也是佛法讲到的这个 所我们讲的 佛陀 这个一大事因来到世间 让开释让我们 他讲的佛法不外物 就是让开释误入佛的知见 讲到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 让我们众生去承担 那我也是自知我是为臣诸佛 诸佛是以臣诸佛 让我们承担我有臣佛的可能性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那一体三宝讲的也是这个一道理 这样道理 那接着我们看的这个35页的 我们上次把这个原理三宝的当中的 子一的标讲过 原理三宝另外一个就是理体三宝 这一张宣组的这张那个了兰大师的解释 为什么在仪文的话 会把一体三宝放在最前面 在借本书他会放在最后面 他这个里面有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问答讨论 讨论 这个也是这个地方 那个了兰大师多做的一个 为什么同样是宣组的注述 一个是借本书 一个是归敬乙 那因为归经营针对的是从什么 初学者 初学的 然后借本书是针对什么 是受已经受巨族界的这些出家人 不管比丘或比丘尼 受了巨族界的 他从求家务 所以一体三宝排在第一个 排在最初 那这个什么 那一体三宝就是求家务 这个求家务就是什么 以卸托为主 因为本来生文界就本来这个什么 巨族界就是这样子 以断乐为首要 那全先求处理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一体三宝这个部分 他就放在最后面 那在这个仪文里面 他是要讲 从他们这个我们这个看这个小字的第几行 一二三四 第四行 离体 这个 了然大致的解释 今曰修险 从凡至圣 故一体拘出 以一体的三宝拘出 所以在这个四门规境里面 这个讲四种三宝中 这个老人家就是宣主 为什么会把一体三宝排在前面的 这个什么 以修的 我们讲说修险的部分 本具的部分我们都有 对不对 那修险的部分是从我们凡夫会 苦恼的凡夫要修 进而 不管了这个什么 修险 从这个什么 这个一地地 乃至说从出国到私国 乃至从我们讲 从这个外凡位 内凡位 乃至这个什么 乃至出地 乃至到这个极国 这样从凡到圣 所以他先表明说一体拘出 讲到说我们 刚才讲 讲到我们有成佛的可能 我们就有这个体 这样子 只要把那个什么 我们的障碍 我们所有的 所谓的我们讲 见识二祸 还有成杀祸都当主 让我们就成就 就近圆满的佛果 这样子 所以从体起用 这个是简单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宣主 那个辽兰大师 讲到宣主的安排 可能是这样子的 这个里面讲 这边有讲 升起音像 顾知刑部 刑部就是什么 像部队里面的 那个排阵 排班 我们讲 那个每一班 每一班排 部阵 所以刑部 就是等于是 为什么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遗文会这么安排 为什么会这样的 序列安排不同 跟戒本书不同 这个 航部或者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行部的行 应该念行 行列 布置 布置 这样子 这样子 就是说你 现在我们讲 以现在的写论论的人 论论的人也一样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 金本 我们这个论 我们这个 四门归音你看 他最初的 我们看前面的 前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脉络 我们看一下 你看 我们翻到第一页 有没有 这个就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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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四门归尽以 科表 目次 甲一旭分 甲二正中分 甲三六中分 这就行 步 这个安排 他为什么 这分科 来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 这种 安排的这种 也可以说这么 这么讲 那古时候的 这个什么 祖师大哲 他们那个心 堪能力强 宣主他们 他们从头在写 他们都 内心就很清楚的 知道来写 那最后 安排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 要去解读的时候 就有 再透过 祖师大哲的解释 把这个 这个里面当中的段落 分裂出来 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 不然一个初学者 马上去看这文 直接看 宣主都 没有分科的文 有时候我们 很难抓到重点 很难抓到重点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 了然大师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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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们讲现在的 这个论文 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 他们分科很清楚 让我们知道 这一个章节 这个仪文 的一个重点所在 好的 我们看着 这个三十五页 的这个 子二的部分 子一标 我们上次讲过 那接着我们就 子二的部分 子二的部分 我们看着 这边四当中分成 丑一 丑二 证明离体的 正确来说明这个什么 正式来说明这个 离体的相貌 那丑二是什么 能生画像 画像指的是画像三宝 这样子 我们可以从 从 这个体相 用 这个从这个体身体相用 这样子 那再来丑二当中 丑一 证明离体当中的丑一 又分成两颗 丑一的这个 明佛宝 养二的这个略法身 所以主要它在阐述佛宝的部分 那另外 法宝跟身宝就简单的带过 这个文 这个宣竹的文 就重点放在这个佛宝 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丑一 明佛宝当中又分正名跟结识 正式来说明这个佛宝的内涵 离体三宝当中的 这个离体三宝 就原理三宝当中的佛宝的内涵 毛一 正名 正名当中又分成五个项 五颗来加以 阐明这个佛宝的内涵 第一个名体相 乘一 乘二 四可归 乘三 这个会议名 会通这个不同的名称 第四个乘四 这个显公义 乘五 戒清漫 不可以清漫这个佛宝 我们翻到这个三十六页 我们就一序来看 乘一的部分 明体相 明他这个离体三宝 离体佛宝当中的体跟相 明体跟四相 己一 明体 我们看了文 理位置理 天真常住 还是心体 那且从染说 无始有终 但未祸往不能出帐 今以三学 刻茧残劫 获叶寂寝 心性光显 始终性静 无始无终 这边的是宣主的文 说明这一段 来说明这个离体三宝当中的佛宝 离体佛宝 那我们看着这个世宗 这个解释当中 这个两人大师的小事的部分 这个明佛宝体相出科 出约信聚 以示理智 信聚 所以我们本聚的 这个说是我们有这个因种 本聚的 我们只还没开发出来 或者这个种子有这个功能 但是还没什么 还没发芽 所以信聚有这样的 我们所有的凡是友情 皆有这个样本聚的这样的离体三宝 离体三宝当中的佛宝 离体三宝 那又二 又二啊 出三句 名这个离体本境 本境啊 就是离体我们本来的这个 你竟然讲到信聚 那我们信聚本来就是什么 本来从那个什么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六祖慧人大师说的 他开悟以后 他讲出这样的一个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什么 最后一个能生万法 还有不动摇 还有一个什么 是一个 不生灭 不动摇 然后再来什么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最后一个 好像还有一个 怎么样 本自 具足 五个 是的 好的 这个就老人家开悟又讲出这个 说我们的本来的自信 众生本居的这个佛性 就是这样的一个相貌 你看 本自清净 不染 这个什么 不够不净 不染 不增不减 后面那个讲出他的用 能生万法 讲出我们本具的佛性是如此的 一切众生皆是如此 所以初三句明这个离体本尽 那当中的第一句 这个标减 标减 标减出 理为治理 这个标减 然后次句 示意 下句 决显 就是定 定义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道理 就是 到底这个治理是什么 还 还是心体 就是我们这一念心 决显 决定的显出这个什么 所谓的事件的治理 这个治理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体 我们再往下看 诺约字 诺约字书 就一世间的这个说文解字 理字 这个什么 训政训字 理 就是我们讲这个 常常有俗话说 这个游离行天下 只要你理 你跟人相处讲一个理字 你在世间你就是什么 一个正人君子 我们就是什么 讲理的 不要无理的 那当然也有一句话叫 理日期状 我们有理的时候 那讲话 特别是什么 义政言辞 在讲 这个里面讲的 训政 也就是它说 规定说 这个理是什么 事件的道理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理正确的标点出来 这个规矩标点出来 正确的解释 那治 这个训治 这个治可以说 治理我们这个什么 有偏邪的 身口意的 这样子 不对的地方 我们要把他治理 把他拉回来 放在这个正确的这个什么 道理上 规矩上 这个意思是世间的这个说文解释 是世间的道理 可是今天我们是这边在解释的是什么 这个理不是依着世间的这个理来讲 这个世间的这个书本上来解释这个理字的 而是什么 依世门 经从世门 世教 就是约着这个佛门来讲 客体以论 客体 客体 标显出这个什么 客定 它等于定义 就是说 以为我们佛门来定义说 这个理 依的是什么 客体 定义这个理不是讲 训政训治 而是讲的是什么 我们的理体本境 讲的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心体 这个理 所以这个理为治理 这个治理讲的就是我们这点心 这是约着我们的佛门里面的 世教当中的定义 这个定义 跟世间的治理就不同 跟世间那个说文解释的 解释的理就不同 乃简偏真 故云治理 我们知道世间的真理就是 我们以这个一佛称来讲的 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我们讲一句就是说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讲的不过 这个是整体的 意义的整体来观察 生命的真相就是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那这边讲的这个偏真 乃简还简别偏真 偏真是什么 生文二称人 他们是什么 在这个缘起信空当中 他们比较偏向什么 平向信空这部分 所以我们从那个什么 生文在我们看 看经论里面很多的 有没有 这个修 修这个 这个小秤 他们说是什么 少事少业少烦恼 他们对于缘起这部分 他们有 他们没有发起这个所谓的 这个什么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上寺院成 他们有 还有众生无边试运度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内涵 他们重点在偏就于什么 烦恼无尽试运端 他们只要断烦恼这部分 不要偏向这部分 他们先修自己先处理 他们的可能过去串习的 这样的一个习性 我们不要这样小心 一个修行的一个偏好 偏在这边 所以他们急救太累了 太累了我想先休息一下 所以他们录于想祈求 什么所谓的初三界 然后正入这个偏真涅槃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简别的这个二秤僧文的 顾云治理 这个治理讲的就是 一佛秤的这个所谓 中道地一地 这样子 治者 这边治啊 治疾是集诸法原底 一切诸法 一切法的原底 这个一切法的原底 那本玄奏特别喜欢 以龙书菩萨的中论当中的 已有空欲处一切法得逞 对不对 那我们讲一切法得逞就是诸法 那是为什么一切法 他的原底是什么 空欲 一切法当中是有空欲 所以他的原底就是讲到这 所以整体的这个所谓 圆起信空 我们要整体来看 所以你看祖师大德在常常讲 圆起信空 然后后面再加一句 信空圆起 为什么两句要整体来看 怕你偏废一边 这样子 这个是这样子 那假以龙书菩萨 这个 以有空欲处一切法得逞 或者这个为世的 这个世心菩萨 天心菩萨讲的 百法明如人当中 一切法 仁我法无我 那很快的就标出他那个什么 重点 世心的治理 他马上就从这个什么 还没详说的时候 他开始就什么 先大概把你什么 先把这个龙的眼睛点出来 点出这个重点的所在 这样子 所以智者 智即是集诸法原底 探究诸法的原底是什么 那故理即是心体 探到最后就是我们这念心 这是我们这念心 不管你用真如也好 或者说这个佛性也好 或者是什么 我们讲这个生命不生命 何的这念心 这样子都可以 那这个天真常住故 故理即是心体天真常住故 那后面有解释天真常住 我们看 不够不敬为之天真 不够不敬 那这个不生不灭为之常住 这个是了然大师来解释 这个天真跟常住这两个字 那这个也是我们心经里面讲到的 当我们心生 这个行生波罗波罗密多 使照见无印皆空 度一切苦恶 那你之所以能度一切苦恶是什么 照见无印皆空 那你就体振到这个不生不灭 不够不敬的这个 所谓的天真常住这个本体 原来我的模拟宝珠是这么一回事 它的本性 虽然我在六凡法界当中 我这个什么 我这个模拟宝珠的主体 也不会被六凡法界染污 那我在四神法界的时候 这个模拟宝珠亦复如是 也不会被所谓的善法染污 它法尔就是清净的 不争不减 不够不净 不生不灭 这样子 不会说这个模拟宝珠到成佛了以后 它就变一个样 没有 它还是本体 本来法尔就是这样子 只是透过修行 最后把所有的这些成垢 都当主 恢复它本来的这个清净 然后它还能显著妙用 那我们凡夫还没有报到这样 所以我们这一念 虽然我们都有本具的佛性 但需要透过见修 三大阿生其解的断乐修善度众生 让我们本具的佛性 产生真正的究竟的妙用 才可以广度一些众生 照我们再往下看 不生不灭 为之常处 父遮偏子 为一体外 一体外 遮偏子 什么样的偏子 这边 我们往那边讲 偏子就是 认为我们这个心体外 还有一个真如 这个我们在佛门的所谓的教门当中 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在我们心里外有一个真如 这个真如 这样子 那不是的 这个是另外我们想象出来一个 事实上真理不是如此的 那那个偏真 偏真也是什么 偏真没有一个 离开元起有一个真的 一个偏真涅槃 那这边用一个偏字是什么 他比较偏重观察这个什么 涅槃 空意 这一个部分 那元起是法好还在变 我们心的作用还是在的 只是那个作用特别少 那不是说在这个心以外 这个一体外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真理 一个治理 所以负责偏子为之一体外 别有离体以为法身 是这样子 那有这种所谓的 这一体外 还有另外一个离体 这种都是外道的 外道的思想 这不是我们佛陀讲的真理 故绝 故继绝云 环是心体 环是心体 这样子 不然有时候 理未治理天真常住 以为 离开我这苦苦恼恼 外的这个心以外 还有一个这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清静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的这个体 可以欺度 不是的 原来我们这个 苦恼恼恼这一年心当中 我们那个林山就在这当中了 只是我们未曾发现 发现而已 那佛初是跟我们讲的 原来 原来我苦苦恼恼 这个当下 现在这个什么 这样的善恶业力 这一期果报题当中 我这一念心 虽然苦苦恼恼 那六 我一样是凡夫 但是我这个里面 这样的一个 一个幻象当中 幻化出来了 这个人 这一期的 这一期的这个什么 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一真二报 但是我们内在的这个 本具的这个佛性 未曾失去的 那我们去承担这个 我这个伊犁明珠 我这个明珠还在的 这个摩尼堡珠还在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且从然说 且下次世句 这世句 且从然说 无始有终 但未祸往不能出章 这边 是因妄自迷 因为无名 产生了很多妄动 就是迷惑 从然说者 从然说者 这边说到 真妄合合 如水 如血乳固 血乳 如血乳固 血跟乳混在一起 那这个 然真妄二法 本同一远 真妄二法 本同一远 那我也是讲的 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 八识 转识 最后能成字 假如另外在识以外 有另外一个字 字的另外的本体 两个不相干的 那这两个没办法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洗这个珠子 不是洗洗洗 洗到最后珠子不见了 另外一个珠子跑出来 清净的珠子跑出来 这本来有清净的珠子 然后你构成洗完以后 那个珠子就 就是这个珠子 所以珠子沾了 成垢这个珠子 它的本体还是清净在的 所以叫做真妄合合 这样子来解释 那也跟他这边用 辽兰大师用一个血跟乳 这个牛的乳 还是牛的血变的 这样子 合合在一起的 所以本同一远 那其无端有 无端有就是无名 故无时的 你无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就是迷惑掉了 这样子 但是我们凡夫法就是从 因为因弥 因妄自弥 那这样子 但是我们今天遇到佛陀 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 我们只要能依着这样的来修 最后我们能误入佛的知见 那这样子从佛跟我们说的 好像在黑暗当中 我们看到远处的 远处有一个光明 一个火炬 我们就朝那个目标去 假如没有佛说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能在六界 这个什么 无名的长夜当中轮回 这个说 无名长夜可以说是无始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怎么处于黑暗当中 都不晓得 那今天有佛出世的 所以有中 他叫有中 只要我们开始才发现佛像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无有成佛的可能 我们经过上大阿森奇的 段落修山度终身 我们最后到极致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成就佛道 佛果 其无端有 故隐无始 这无始的解释就这样子来 那问 这边一个自问自答 从真可耳 今云从懒 无名为初 云和无始 你看这个是 就是我们众生习惯 都有一个开始 都要去定位 我们世间的这种 二元对待 都要有一个定位 你比如说 你跟人家抱一个位置 这个我要到 我们在哪边会合 在哪一个会合 在某一区会合 哇 那个区太大了 最后你要定位怎么定位 假如以路 我在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这条路叫什么 寒州南路 我在寒州南路等你 寒州南路可能很长 过好几条街 那这时候一条还不行 你必须再讲另外一条路 什么路 交叉的那个 另外寄南路对不对 寄南路跟寒州路的点 那我们在那边会合 那这样点就标定出 所以世间里我们就要定位的时候 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 那同样的我们习惯这样的时候 有说那既然要重征就好了 为什么要从无敏开始呢 那无敏的开始 为什么这安利叫无死呢 就这样子 那有一个开始 那应该叫有死 怎么叫无死 这样子 这个我们众生都习惯这样子 都喜欢去追求那个点 那最后佛陀 不让众生去讨论这个什么 据说我们生命的开始 是从哪边开始 为什么你讨论这个 这个跟你卸脱没有关系 等你卸脱以后 你真的成佛以后 你去探究这个 就一切法都知道了 就好像我们醒了以后 都知道原来是一场梦而已 你在梦里面要探究一个开始点 一直找找找找 因为你在梦境当中 你想什么就是变幻书神 所以找不到 你一直往东边找 经过无量阿生集结 还是找不到 找不到那个点 这样子 所以佛陀说这种就是 众生有这种问佛陀是什么 在今天里面佛陀好像也有十几种不打 好像十三还是十四种不打 众生只要问这种问题 跟你卸脱没有直接的帮助 就是说你今天肚子饿 佛陀只要准备一碗饭给你吃 你就饱了 可是你这时候你不 你要跟佛陀讨论说 佛陀你看我这边好多丰富的菜单 可是讨论完以后 你等到你饿死了 这个菜单 就是讨论也没用 是这个意思 直接拿完一碗饭 你吃你就饱了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了然大师的解释 答这个《起信论》 《大圣起信论》的书里面有提到 更无染法死于无名 死于无名 就是等说所有染法都从什么一个点 无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无名 无死无名开始 无名就是你不晓得什么时候 我们就这个什么 这妄想就起来了 那这个无染 更没有 就是说所有染法就死于无名 这样子 你假如要找一个开始 那就是无名 那你不要在无名里面再找 从无名里面再找一个无名 这个大无名当中 原来有地段的小无名开始 不要再这么找 就是无名开始的 一切染法都从无名开始 所以故隐无死 这个定义这个无死 在《起信论》 《大圣起信论》的书这么来定义 更无染法死于无名 故隐无死 这样子 从无名开始的 这样子 这个无死或者我们可以解释这个什么 就是无 这个无名开始的 从无名开始 一切染法都死于无名 可以这么来解释 既然要找一个最初的那个点 那就是无名 无名 从无名开始 此是染法最初的身相 身相 大家讲读过《大圣起》 也有什么 一念不觉生三戏 违缘长六出 这太久没读了 这个他那里面讲到 那详细讲 我们可以再回去 再读《大圣起信论》 此是染法最初的身相 那这个 唯佛能知 余安救死 只有佛能了知 所以我们 你既然要探究这个 唯独只有一条路 就是什么 成佛 成佛以后你可以知 这个什么 十方法界一切法 你就可以了然 唯佛能知 所以那既然如此 那我们先 守重一点就是什么 我们从开始 我们从第一步 我先到保守 我先成佛再说 后面那个 因为那个什么 那些你想探究的 等成佛以后 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余安 余者 安能救 就是说其他的 只有佛能了知 连菩萨以下 也没办法来究尽了知 这个意思 余安救死 余的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除佛以外 其他的这些行者 乃至这个 已经到这个等觉的菩萨了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 怎安哪里可以是什么 探究这个什么 最初的这个开始 一切法的最初的 一个相貌是什么 只有佛能了知 既然如此 我们就先什么 先成佛要紧 尤其我们这个时空最幸福 因为有阿弥陀佛的 发了四十八大院 对不对 阿弥陀佛已经在西方 成佛十节了 而且他的寿命是无量节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机会 对不对 你假如要 那我们剩下这一期 这一期果报可能剩下 比如说剩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那我们就把手动重心再学习 就是什么 这个求生净土 那我们好好在 信愿行三治疗里面下功夫 那余者 余者一些其他的 这些所谓的六度万恨 我们也是什么 也随份随力的去修 那因为什么 重点我们在阿弥陀佛那边以后 那也可以说什么 一生补助 那很多事情 我们也可以请问这个什么 阿弥陀佛 这样子 好的 我们再往下看 用观 再来 用观自旺 用观自旺 旺法可敬 这个起观 这个观 就是我们的会观 这个是因为有佛出师 告诉我们一些对治 我们这个观也可以说是要 我们众生有很多病 所以用这个观法来自旺 旺就是病 那妄法可敬 故约有终 这个病会好的 这个病会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 这就是幻化的假病 假见种种的因缘 善恶因缘显现的这种病态 病相 这不是我们真实的这个什么 本来的面貌 这样子 那这个听到这个 这个我们假的 了解这句的意义 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烦恼是什么 无始 但是什么 是有终 那这个想起来是什么 心里面就安一半 代表这个烦恼是可以破除的 那从这当中 无始有终 用这个用观自旺 旺法可敬 所以这个病 是可以痊愈的 我们病 当病这个用治好以后 这个本来那个病相就恢复了 就什么 病相就是什么 消失的 状态就消失了 就恢复了本来的正常的状态 所以这个有终 不然 后面好像还蛮多的 还有几行 我们先这边休息 现在是上课的时候 待会后面继续解释 OK 好 我们打开讲义36月 36月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 这个原理三宝 这个四门规境 以当中的四种三宝当中的 第二个原理三宝 原理三宝 或者叫离体三宝 那我们这边讲到的是 这个明体像 它的体是什么 体是什么 刚刚我们上一堂课解释到这个 这个 这个 用观自旺 旺法可敬 故约有终 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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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解释到这个什么 心体的部分 离未至离天真常住 还是心体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忘法可敬 这段话 这个用观自旺 有点可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 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什么 我们这不是在其他经典 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什么 一世 这个一灯 千年暗世 一灯祭明 有没有 所以这个忘 就讲了这个暗 在这个暗世当中 这个暗 而且要点一盏灯 就是什么 暗世里面所有的 这个 这个所谓刚刚讲 认为 所以一般我们凡不认为 有一个真实 不可破坏的这个暗 它结果呢 这一灯即明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妄法 或者这个 批语的这个 妄法或者暗 它本来才是无知性的 所以烦恼是无知性的 那需要有这个圆 真上圆 这边用观自旺 要有这个 观就是圆 这个真上圆 这个圆 来这个什么 观法来对峙 那叫妄法可敬 这样子 所以我们凡有情 借个作佛 我们才能一样 虽然我是苦苦的凡夫 我也可以修成 只要经过这个过去 诸佛走过的路 这个到保守的路 我们依着去走 我们也可以到保守 这样子 所以有中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 今夏赐明 今以三学 这个三学就是圆 这边说到了 今夏赐明修贤以示圆字 就是圆里三宝的圆 圆里 刚才解释那个离 圆里三宝的离 接下来解释这个圆 圆字 那幽二 出二句 今以三宝 克简禅解 你看 所以我们虽然说 我有佛性 但是这个佛性 我有金矿 所以你是金矿 你假如没有炼 你就得不到黄金 纯金 这个意思 所以需要什么样圆 你金矿要变成黄金 你必须要经过冶炼锻炼这个圆 用火去烧 把那个什么杂质去煮 那一样 我们凡所有的众生 我们凡不众生 已经是什么 迷了 那现在我们要什么 要从这个什么 从你最后能 所以显真 那你就要显 必要透过这个圆 修显 要把它显示出来 需要透过这个圆 这个圆就是什么 戒定为三宝 所以这边 又二出二句 正是三宝 既能显之圆 能显这个什么 修显 你要让你的这个本性 能显现出来 那这个什么 本具的佛性显现出来 必须要透过这个什么 这个戒定为三宝 那这个金矿 要变成黄金 你必须透过这个什么 锻炼 这个什么冶炼 大火去锻炼 那把这个渣子 跟这个 这个 这个黄金 分离开来 那这个 能分离的这些渣子 就是残结 所以你说这个金矿 这个残渣太 这个阿里阿渣的 这个渣子太多了 没办法分离 你看 所以这个残渣 这个渣本来也是什么 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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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这个什么 从水的这个 水的相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同样干净的水 喝到我们人体排出来 是脏的水 可是 经过在这个 这个阿尔逆渗透 又可以变成干净的水 从这样 所以说 你说认为污水 它是 永远是污水 不会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的残结 烦恼也亦复如是 它是没有所谓的 没有自信可得的 所以烦恼无自信 所以残结乃为所知之障 残结这些是可以被破除的 因为它也是因缘所生法 这样子 也就像暗室当中的黑暗一样 只要一灯 这个你会观起来 这个所有的这个什么 灯一点亮 所有的黑暗 就是什么 无所遁形 这样子 那霍夏 霍月寂寝 心性光显 霍夏 四句是什么 显得始终 显出这个什么 透过这个 这个我们讲这个德 应该是修德 透过戒定为三雪的修 这个修德 最后能可以显出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本具的这个 本具的这个体 心体 它本来的一个相貌 那我们这个再往下看 那信静者 准义即是 这个准义 就是下面提到的两种法生 两种法生 第一个约着这个自信生 自信生 信静在这边 这个了然大师讲 他准义有两种法生 第一个自信生 这是本具的信静 因中无懒 即是死尽 那果上无垢 即是中尽 就像譬如刚刚讲 我们那个 那个模拟宝珠珠子 掉到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垢溺当中 那干掉了 那个看起来 你又说 这个脏东西是什么 你说 这个就是你掉下去的模拟宝珠 真的吗 对 我们开始洗 洗干净的时候 洗干净的时候 果然是的 这个是我刚刚掉下去的模拟 洗干净以后 就是清净无垢 你看 就是因为什么 它本来 这个模拟宝珠 它的什么 它因中污染 不然 它不会被这个 染污渣 污染 它法尔就是干净的污染 不深 所谓的 不够不净的 所以叫做什么 使净 那裹上的时候 我把这个渣子 这个什么 所有的沉垢洗完 垢溺洗完 恢复原来这个珠子的这个光 这个什么 洁净的这个什么 相貌的时候 叫做中净 我洗干净 所以这个死跟中 我们可以说什么 就是什么 透过这个修 这个修得 我们最初的时候 我们讲说那个什么 我们不是用绝吗 绝有所谓的本绝 那死绝 最后中 最后圆满的叫做死 那什么 死本不二 究竟 究竟就是恢复所谓的 透过修 死绝 那最后到究竟的时候 究竟绝的时候 就是死本不二 那这个当中也是一样 因为因中无染 果上无垢 它本来法尔兴聚就是如此 这个我们讲这个性禁 就是这样子 最初你有那个干净的本体 最初只是外在这个成垢 你把它 透过修行 戒定位三绝 把所有的这个烦恼 这个杂垢 都荡除以后 你就 让这个本具的这个什么 珠子 模拟宝珠 恢复它的 它的这个光节 还有恢复它本来的妙用 成就它本来的 可以产生的妙用 因为这个模拟宝珠 可以换很多 无量之宝 可以换很多东西 这样子 所以因中无染 即是死绝 果上无垢即是终绝 所以叫做死 死终不二 对不对 死终不二 最初的 因为它有那个 叫死禁 你看死禁跟中禁 都有个禁字 我们只要用这个字 因为来看 因中无染 为什么它无染 它本来就是清禁 那果上无垢 因为透过修行 修这个什么 我们讲说 这个增上缘 既定因为三缘 把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见识二货 尘沙货 都当处以后 恢复它本来的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模拟宝珠的光节而已 那这干净以后 这光节可以换很多东西 因为这无量之宝 那这个模拟宝珠可以 显现出很多庙 我们讲说 这庙不要说变化出很多 我们想说 这个模拟宝 是什么 价值连层 可能可以换一个佛徒 对不对 那这样可能 你假如换的话 可以有很多 你可以利益众生 换很多的资具去利益众生 换很多众生要休闲 他也可以透过这个 换很多这样的 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教材 去交化这个众生 这样子 所以这个死禁 中禁都有个禁字 所以要死本不二 透过修行 这个增上远 拿作为死中不二 恢复他的 究竟本来的清禁 这样子 这样子 我们在阴中污染 阴中污染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 这个模拟宝珠的 这个污垢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一个什么 污垢的一个 好像石头石块一样 可是当你把这个杂质去掉 以后 模拟宝珠就在里面 它那个本来的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 因中无染 是看到这个石头 试货的人知道 这里面是有 这个什么 模拟宝珠在的 只是外在这个 沉垢 干了又干 干了又干 变得很硬 像臭石头一样 很硬 那你把那个 那个渣子弄掉以后 它就恢复它 本来的那个清静 这样子 这个第一个 约的自信深 自信本来就是清静的 透过修行 最后 只是契合原来的清静而已 所以叫 这个始终不二 或者这个什么 始本不二 恢复究竟觉 那这边叫做 这叫始终不二 恢复究竟的清静 这样子 再来 约五分法身 这个 讲到这个相 五分法身的这个相貌 五分法身就是 戒定慧 卸托卸托之间 那这边提到 葬禁始绝 所有的葬都什么 都已经荡主了 荡主的 到清静 这个禁就是荡主到 都没有了 那才是始绝 即是始禁 这时候才是清静 这边解释 用五分法身的角度来解释 那戊后五米 你已经开悟了 我们前面讲戊有所谓的解悟 跟所谓的证悟 那戊后就五米 你开悟以后就五米 你又灯点亮了 你这个灯已经点亮了 就不会再暗了 你就拿了这个光明的灯 一直往目瞄朝 这个什么 前去 那个所谓的黑暗 就不会影响到你了 悟后五米 叫做什么 中静 那这边的悟 应该是什么 应该不能用解悟 应该叫什么 证悟 我们前面那个了兰大师前面几页有解释到的 叫正悟 悟有两种 我们在前面第几页 大家再翻一下 我们上一堂课的时候 在三十二页 有没有 三十二页的中间 这边中间的这个小字 就是 我们从前面第一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行 有没有 问一体在米 今明悟者 答曰悟有二亿 有没有 一则解悟 二则正悟 那这个 刚才这边解释 从五分法生 悟后五米 这个悟即是中静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应该从这边 应该是解释这个什么 证悟 因为是什么 他这边讲到中静 中究静 之清静 应该是证悟 五分法生 那若从五分 我们再翻回来 三十六月 若从五分则 用五分法分的角度来讲 我们透过五分法生修行 这个缘来讲 叫做有始无终 你已经 从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 前面有讲到一个 一个是叫做什么 无始 无始有终 对不对 那这边讲到有始无终 有始无终 那约的这个 我们这边讲的 这个有始无终的意思 就约的 我们透过这个正上缘 透过这个缘 来修 我们遇到佛法佛肉 跟我们开示了以后 我们了解 事件真理 我们开始起修了 起修了 有始 我们觉悟了 那开始修 最后能证悟了 那无终 那你已经证悟了以后 你就不会再堕入什么 凡夫地 这叫做有始无终 有始无终 这约的这个什么 休闲的角度来看 这样子 那前面我们讲的有一个叫做 约的体来讲叫无始有终 无始有终 这约的是烦恼的相貌 对不对 这个约的烦恼相貌 烦恼无自信 无始无明 我们说这个什么 这个无始 就是无明的开始 那无明不是要什么开始 假如今天 今天有佛出世 让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真理以后 我们透过修行以后 最后这个烦恼 这无明最后会被我们什么 破除掉 有没有 刚刚前面讲的 用官至妄 妄可尽 这叫有终 这个是约的烦恼讲 就是无始有终 那约的这个什么 我们见修了 曾善缘透过戒定位三曲来修了 我们修到最后 你从五分法身戒定位 然后这个卸托卸托之间修 最后是有始无终 有始无终 这有始 有始这个死 就是善法我们可以讲 戒定位三绝 修了 那当你最后能什么 解悟最后能正悟以后 成佛以后 就无终 无终就是你这个 你休门以后能报身佛 圆满的报身佛 然后能最后能硬化 然后显得化身佛 然后劳一切众生 你就不会再堕入凡不敌 我们可以从这么的角度来讲 一个是 一个从烦恼下茂 叫做无始有终 一个从修善的角度 最后 这个善你修到最后 就近了以后 成佛叫做无始有终 这样 有始无终 有始无终 这两个角度 一个焚法身 OK 那今曰自信 这里面讲的 两人大师说了 我们这段文将明体 明原理三终的体 今曰自信 在这个角 今曰的自信 把身的角度 叫做无始无终 无始无终 我们后面看这边解释 启信任文 然法从无始以来 熏习不断 乃至得佛 后则可有断 约着这个然法的部分 就是烦恼的 有断 乃至得佛以后 就是烦恼全部都当主掉 这样子 那这个叫做 这个 我们再往下看 禁法 一个刚才讲蓝法 蓝法 蓝法断除了以后 叫有终 然后这个什么 那这个禁法以后 叫做无终 这样子 那禁法熏习 则无有断 无有间断的意思 等你这个戒定会三绝 这个啥 五分法身启动以后 死绝以后 你就不会再间断 你就会一直相续的 朝着这个什么 卸脱的方向去的意思 这样子 所以禁法熏习 则无有断 近未来 近于未来 此意云合 这边来此意云合 以这个什么 以真如法常熏习 故妄心寂灭 法身显现 启用熏习 则无有间断 这个启用熏习指的是善法 五分法身 占定会三绝可以这么说 这个修显 以真如法常熏习 这个真如法我们可以讲 我们承担了 我有成佛的可能 承担我们这点佛性 心佛众生上差别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种子 这样的一个成佛的种子 故妄心寂灭 法身显现 今曰这个自信 无始无终 无始无终 对 曰得我们清净的这个本体来说 本来就是什么 不够不敬 不生不灭 这边讲无始无终 不管你 你刚才讲的 曰得这个兰法 它是有终 曰得这个禁法 它是无终 对 一个是有终 一个是无终 那从的这个最初 烦恼是无始 那善法是有始 我们这约的这个什么 约的对 我们讲约的这个远来讲是这样子 可是就他的自信本来 就是无始无终 我们这个来解释 这样子 这边说 启信伦讲的 兰法从无始以来 吴时讲的这个烦恼 对 兰法讲的就是兰法 熏许不断 然后熏许不断 今天乃至得佛 后则有断 所以你遇到 我们也幸运到佛的出世 那听到佛法 那开始起修 最后到成就佛果以后 我们可以把兰法断除 那从这个角度来 既然兰法断除 兰法本来就是无自信 那无自信 你说兰法它是什么 这个什么 是 它本来最初 最初我们讲说无始 那约的自信来讲 这个兰法本来也是不存在的 就它本体 所以我们这个无始 没有一个开始 所以这约的自信 这个无始 不是烦恼的这个无始 我们应该不是这样 本来就是没有一个开始 跟所谓的终点 法尔就是清净的 法尔就是什么 不争不减的 那这边起修论讲的是什么 从原上来讲 从原上来讲 所以起修论这段解释 应该是解释 应该是把它和这个自信 因为这个什么 欲经约自信叫无始无终 那起修论这段是另外 它还解释这个对立的 兰法跟禁法 讲了这个兰法跟禁法的熏习 那兰法我们不知道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 的熏习不断 但是你只要遇到这个佛的初次 听到正法以后 那你就死绝以后 最后你修到这个死本不二的时候 你就可以断除所有的兰法 起修论是这么讲 那禁法熏习以后 当我们这个死绝以后 这个讲到禁法了 那就无有间断了 就不会再断 就你这个什么 无有断就是什么 他就相续不断了 这个禁法这个绝了以后 就不会再迷了 不会再迷了 不断一直什么 一直到你究竟成佛以后 成佛以后这个什么 就死本不二 死绝跟本绝就成为究竟绝了 究竟绝以后 就不会再堕入到这个什么 我们讲的这个凡夫的 这个迷的状态不会的 这样子 所以恒常就无有间断的那个圣法 那个决信不断的像佛 不断的显现 恒常二六十宗都不曾失去 不会再失去的 这样子的 所以在今约自信 叫无始无终 跟下面这一段 应该是分开的 这边讲的 这个我们应该从这边看 约着五分法身 藏尽死绝 即是死尽 悟后五米 即是中尽 若从五分法身 叫做有始无终 今约自信 故无始无终 这是这一段的 那启现论讲的后面是跟 他来解释 是分开的 就是说我们的燃法是可中的 然后这个禁法是无终的 这样子 那从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这边讲的 这个 约着修 有始无终 那约着自信 叫做 这个 约着这个自信 约着自信这边 依着信进来讲两种法身 因中无染 即是死尽 果上无垢 即是中尽 所以这边 今约 这边应该是结论 我们看的这个信进 这个地方 这应该是整段的 约着自信 最后他结论 就是信进的 因中无染 即是死尽 果上无垢 即是中尽 即是中尽 中尽 那这个所谓的 这个中尽 那从就本体来看 我们自信来看 他就是没有一个开始 也没有一个终点 无始无终 他结论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边讲到一个死尽 一个叫做中尽 看似有中尽 烦恼是有中 那个什么 烦恼是有中 那觉悟 那就差的本体 我们这个本觉 他是 他法尔就存在的 好我们先简单解释到这边 再看看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金约自信 但若从五分法身 他后面的结论 若从五分法身 若从五分法身 这则有始无终 那金约自信 叫无始无终 他是两种法身 最后的比较 他的结论 好的 那启信论这段文 是来解释 应该是解释语言的部分 语言的部分 应该是从五分法身来讲 好 那我们来看的 在36页 这个4.2 四项 刚才名题 这个开始来显出 他的原理三宝的相貌 这个分三个部分 五一 解五分相 这五分法身的相貌 五二 简显生用 简别来显出 这个什么 五分法身的妙用 书生之处的功用 那再来五三 就是四 三宝的相貌 我们来看的这个文 五一 解五分 有法成立 随境分相 记号此相 为五分法身 我们再 那为戒定慧 戒定慧 卸托 卸托之见也 戒定慧 卸托 卸托之见 五分法身 前之三学 从阴寿明 从阴寿明 然后 由戒互助 由戒助 互助 果成法身 由戒互助成法身 就是色律一戒 故云戒身 那定慧准此可类之 定慧 那一个法身 那再来是什么 这个定慧 戒定慧三学的配备 他的配对 由戒户成法身 然后在色善法戒 勞役众生戒 跟定慧他没办法 不是戒定慧三学配对 记得有没有看过 之前是 一个是成就法身德 还有成做这个什么 波尔德 还有一个是什么 卸托德 卸 波尔德 卸托德 这法身 我们先看一下 待会后面那个 看看那个什么 那个 两岩大师有没有解释 可以类之 后二从果 后二指的是 卸托 卸托之鉴 从果 果上来说的 赐地寿明 一个是从印中 一个是因地 一个是从果上 那卸托生者 由慧克获 卸托生者 卸托生者 卸托生 然后这个 无获之处 明卸托生 无获之处 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获武之处 不是无获 获无之处 获都没有了 都已经荡主了 叫卸托生 那卸托之鉴 乃 卸托之鉴 乃出残破障 反照观心 故云卸托之 卸托之鉴生 故云之鉴生 这个是来 宣主的定义 这个五分法生的一个相貌 五分法生的相貌 我们看这个四项中出科 三十七页 那 钱 这个四项中出科 出句叫聂钱 聂钱就是这个 聂就是成上其后 就接着上面的 的这个什么 接着上面的文艺 来说这句 法即是法生 有法成立 法生 法生就是什么 为离体 离体三宝的离体 这是我们的心体 那 原成立者 原成立者 这边说到 原成 构敬 那代表这个圆是什么 透过这个 增上圆 戒定位三学的修行 那我们讲 也可以说 透过这个 五分法生的这个圆 来使定我们这个什么 无名 无名 最后无名 都荡除掉了 叫构敬 然后这个信的圆满 信的圆满 就本来的 本具的这个信具的这样的一个德用 本来是什么 我们这个金子本来有大用 可是那金矿没有用 没有作用 最后他体验出金子以后 原成构进以后 纯金提炼出来 他就有什么 德用 德用 他就黄金哥给做种种的东西 这个纯金的 那叫做信德圆满 信德 修德 我们可以讲 这个圆成构进的部分叫修德 然后这个信德 合本 修信 合一 不二 然后显出这个妙用 圆满 那故社大参论云说到 能成立者为真如有十种功德 所成立者为十种 为十种心生憎恨 心生憎恨 广如笔论 这两人大事就没有引出来 就是主要我们 这个是我们社论提到的 能成立者为真如有 最后你讲这个什么 信德圆满 修德成就 然后信德圆满以后 那这样能成立以后 这个我们的真如 本来的佛性 就能显出这十种 黄金就有种种的 纯金就有种种的妙用 可以做黄金 可以做金戒指 什么什么 贴金都可以等等 所成立者为有十种 心生憎恨 那个真如的愣起的妙用 他讲的意思是这样 广如笔论 这个在社大参论云里面 会有详细的说明 我们这边就 两人大事也没引出来 我们就不多做解释 我们再往下看 释者信德甲圆 信德甲圆 甲圆这个语言就是 我们讲五分法身 故云成立 只要信德 我们讲到金矿有金质的成分 可是你没有透过这样的一个锻炼 你没有办法体验出纯金 就没有它的作用 就不可以成之为成立 所以甲圆 信德必须甲修 五分法身的真上圆修 甲圆 最后让这个本具的这样的一个什么 本具的这个佛性产生 它的妙用 故云成立 那随下 随近分相 随下 我们再往下看 随下正显 又分二 那出总是 出总是 出总是 随近分相 那总是 近即 近即所度之机 近戒 即是所度之机 为三称六道 近随分相 这个近字 就是近他这边提到的 所度的根基 为三称六道 三称指的就是什么 僧文称 圆绝称 还有菩萨称 六道 还有我们凡夫的六道 就是变成是什么 这个九法界 对 九法界 那像既能应之佛 这个什么 随近分相 随着众生的九法界的根基 然后分 分他的什么 能应之佛 就是随着众生的根基 然后相应 与佛 相应与觉悟 我们可以这么说 相即是能应之佛 那为 这边讲 为应化二生 这边有讲到 应生佛跟化生佛 我们再往下看 那法生纪律 法生 法生 那随类显现 那这个法生就有他的作用 这个信德 信德透过修 建修 然后最后能产生 圆满以后能产生妙用 就随类显现 所以佛可以到无量世界去迁满一花生 度一切众生 顾云随静分相 随静分相 随静分相等 那我们再看往下 那问 硬化二生正属 硬化二生这边来问 硬化生佛 硬生佛跟化生佛二生 正属画像 和明离体 它是等于画像 画像三宝当中的一个像 应该是归类在画像三宝当中 那这么怎么和明是离体呢 为什么在这边来说 它说硬化也是离体呢 答 你是无为非像不显 我们讲这个心体 你心里面 譬如说你内心 我们内心是无形无相 你生气跟快乐 从哪边看得到 从你的面 面向这个像来看得出来 对不对 不然都无形无相 我不知道你是生气 你只要把你的脸遮住 你说你现在我是生气还是 我们知道一个人说 他遇到挫折或遇到高兴的事 然后把他的脸遮起来 或关在门后 那我说 你来猜猜这两个甲乙这两门 哪一个是高兴哪一个是 你猜不出来 因为你没看到像 所以这边提到的 打理无为 你是无为非像不显 你假如没有看到像 你不知道他的像貌是怎么样 这样子 那预章四八金龙 这个四八多少 四乘以八 对 这个文很 那人家不用三十二像 就用四乘以八 四八三十二 这就是佛的三十二像金龙 是五分法身修成的法身之像 所以五分法身圆满修成圆满的时候 就是三十二像 这边 所以预章四八金龙 四五分修成法身之像 所以这个法身是无形无相 也必须透过这个什么 佛的三十二像才知道 原来这个佛的圆满像貌是 他是有具足这个界定会 卸脱之间的五分法身 修到极致圆满以后所呈现的像貌 故云记号此像为五分等 五分法身等 就是三十二像 所以把这个离 离体三宝无形无相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像的时候 其实他也不离开这个体 离体这样子 所以圆离三宝 我们这个圆 究竟圆满的时候 透过这个圆修到究竟的时候 能显现这个体的本来的一个像貌 他能秤着这个信显出种种妙用 你没有这个圆 他就是信聚而已 信聚 他有这个功能 但是还没办法显现 因为你还没办法起 你没有启动他 这样子 就像电脑一样 新来的电脑买来 你的硬碟或者 他有他的功用在 他有可以超 最后能产生电脑的这种作用 可是你没关这些什么 沉湿暖体下去 他就摆在那边 你开机他都动不了 对不对 当你有这些 透过这些修 灌入很多这个暖体进去 那最后 这个电脑就可以呈成他的妙用 我们也可以用这么 我们讲这个暖体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五分法身 那机子 它本来这个什么 电脑这个硬体 还有它这个里面本来这个 不管他的CPU 他的这个 这个记忆体等等 这个就是他的 本来的这个 我们讲的信句 我们用这样来彰显 可以随成简单的这个批语 好 再往下看 那不妨二身 自属化身 所以不妨碍这个什么 印身跟化身 是属于自属这个化身 化相 那若离此相 别显法身 则真属两分 真属两分 真地跟俗地 就分开来看 那正乖宗教 宗就是我们的宗门 这个禅宗的 教就是解门 我们教下的 这个研究教理的教门 的这个 最后他们所 你看 这个 这个 六祖慧人大师所悟的道理 欲于悟的这个什么 何其知识本质清净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讲的本具的这个佛性 那我们透过教门的这个教理 来解释 最后我们了解到这个 我们这个心佛众生上无差别 这个体 也是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 六祖慧人大师所悟的 所讲的那个 本来面目 是无恶无别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若离此相 这个什么 这个若离此相 离此这个话 这个硬化身 把各离来分开 别省法身的话 就离开这个 硬身跟化身的话 别省这个离体的法身的话 那这样就是把你把真俗 两个拆开 就是元体当中有一个什么 真乳 所谓一个真乳 不变的离体在 各个离体就是毫无作用 这样子 这个不对的 这样子 本来真俗 它是整体来看的 所以真俗两分 它就你一麻拆成两根 所以这两个不相干 那不对的 那离开 这个所谓的离开元体 你看不到这个什么 真乳 那你假说这个什么 这个在元体当中 别有真乳的话 那这样 所有的元体法都 没办法构成 没办法成立 一切法都没办法元起元面 这样子 所以正乖宗教 中门跟教下的 这个所谓的 它的义趣 所以华言经解释 唯妙禁法身 俱三十二相 唯妙禁法身 俱三十二相 法华经 不是华言经 法华 法华经 不好意思 唯妙禁法身 俱三十二 那基为良政 这是最好的证明 唯妙的禁法身 就是我们这个 法身指的就是离 离体 然后这个俱三十二相 就是透过修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原成构敬 那信德圆满 就是那个什么修德跟信德 这个什么圆满 那产生这个妙用 所以就是五分法身 那五分法身 戒定会 卸脱卸的事件 这就是一个圆 增上圆 修 这个就是修的 这个圆修德 修德圆满以后 跟信德 修这个什么 合一 然后产生这样子 所以离开这个 离开这个什么 你说这个一定要把它拆开 那本来就是一体的 就是说我摩拟宝珠 这样一直洗洗 这原来一个脏的这个石头 一直洗洗 他说不见了 这个里面也没有摩拟宝珠 不是不是这回事 本来珠子就在里面 是这样子 所以洗干净以后 这个珠子产生的妙用 本来就是在这个这样子 那我透过这个什么 增上于所谓的这个 这个所谓戒定慰山雪 跟泄脱泄脱之间 不断的把这个沉垢洗掉 所以这个什么 原修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原层构进 最后让这个珠子 这个产生 这个摩拟宝珠产生妙用 聚三十二相 这样子 不是说修修修 洗到最后怎么都不见了 不见以外 另外旁边有一个珠子 这就是说离 离此别有法生 那干脆我就不用洗了 旁边拿起来就是这个 模拟宝珠就好了 所以这个道理就不对了 好的 那前下 这个前下 前字 前字三学 前下赐分弦 文出佛地论 佛地论 三因二果再文意见 三因就界定慰山雪 是从阴帝来看的 从阴寿明 那这个 谢托之鉴 是从这个什么 谢托生跟谢托之鉴生 是从果上来赐地寿明的 所以三因二果再文 再文就是这个 这个宣主的文 很容易看得出来 了解 那戒是 戒即是阴 法生是果 从 果从阴好 果从阴好 故曰戒生 戒生 就是 戒因法生 我们可以这么讲 这个样子 这个生指的是法生 所以叫戒生 就把它合在一起 法生是果 那就取戒跟生 果从阴好 孤为戒生 那智属 智见属智 智是能造 智是能造 智见属智 智是能造 心智属理 理是所显 透过外在的来显出这个理 不然理是无形无相的 那智属能造 明智见生 智属能造 能造的这个叫智见生 智见生就是 最后面的这个三十七页 最后一行 顾云智见 智见生 这个 这个智 这个智也可以当念智 这个智 智 智脱智见 智脱智见也可以 古说这个智跟智 两个也可以通用 顾名智见生 既智所显属于智信生 所显 既智所显属于智信生 所显的部分 所显的是什么 理 就是我们这个心体 法生 我们也可以讲说法生 或者是我们本具的这个本性 智信生 这是两人大师的解释 智见鼠智 他这边有特别在 这边有讲到一个戒 那定位他没有解释 那这个什么 最后他就解释前面的 三音当中只有解释到戒生 那这个二果当中解释到卸托之鉴 卸托之鉴 卸托之鉴 那个遼然大师就是文可一鉴 文在文一鉴 他就没有说多做解释 卸托生者是由会 界定会的会 克货 那货无之处叫做卸托生 那这就已经成就圣人了 那假如断见识二货 那成就阿罗汉 那假如再把承杀货都究竟 商货都当主 究竟圆满就是佛果 那卸托之鉴 卸托之鉴乃是什么 他就是一种 所谓这边讲的自鉴 他是一种官慧 能造的智慧 这样子 能造的智慧 这个定会准子可以类置 这边师傅这边就先放着 我再查一下 看选主的其他的地方 有没有 我把它查出来 可能这样比对 看那比对法身 卸托卸托之鉴 我到时候回去再查一下 洪一大师的 可能里面也有 我知道好像界定会三水 可以配定这个啥 三 这个法身德三德 好像是这样子 可是他在被介护 成就法身 成果上是法身 跟我们前面的 前面的那个什么 前面的那个三句竞技界的配对 又不大一样 不大一样 好 没关系 先在师傅 大家再查一下 再跟师傅说 我先备注一下 可能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讲这个谁啊 选主 选主可能在其他文章有讲 所以他都可以类之 那我们了然大师老人家 也没解释 那我们时代更久远了 我们假如没有去翻队到这些书 就什么 没去查的话 没查字典的话 就糟糕了 就讲不出来 所以定会 那我查完以后到时候我再查一查 确定了再跟大家讲 免得讲错 OK 好 我们再往下看 37页 这个五一讲过的 这边这个硬化二身 硬化二身 这边我们可以再多做一些解释 硬化二身 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三身 三身有 在三身我查一下那个 这个字典 佛学字典 它有四种解释 一般我们常常讲法报化 法报应三身 这有一种 第二种叫做自信受用 还有一个是变化 这也是叫三身 法报应三身 还有一个 第二种 自信受用变化之三身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法应化之三身 法应化之三身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法报化之三身 你看 有四种 一个是法报应 那还有一个是法应化 还有一个是法报化 一般我们讲法报化三身 这是我们常见的 有没有 法身 报身 还有化身 那当然的这个化身 我们叫 叫什么 印化身 有没有 我们常常讲印化身 所以这个法报化 这三身当中的 这个化字 这个应该是印化 那这个印化二身 在佛学词典里也有特别提到 就是什么 魏化众身 然后是这个什么 是这个什么 是现佛形 是现佛的爆身 佛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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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形状 形体 叫做印身 他当然这个字典里也叫定 叫做印身佛 那是现的 为了要是现 种种六道之行 这叫化身 这是在大乘一章的第十八里面有写到印化二身 这样子 所以这个假 为了这个 印化四线种种的这个佛身 这个印身 就等于相当于爆身 我们知道菩萨 登地理上的菩萨看到的是佛的爆身 对不对 那我们 凡夫众生看到的是什么 藏六比丘 那那个佛师那时候看到的是佛的 跟我们的身形是一样的 那叫化身 是这样子 这个在大乘一章 所以他用字不同 所以这边的印化二身 这个印字 这印化 这边相即是能印之佛 这个印也可以 这个印等于这个什么 爆 这样子大家把它注明一下 不然因为我们常用的 一般我们常用的就是说法爆化 其实这个爆 这个爆从这个大乘一章里面的定义 就等于它是 就是爆身佛的意思 这样子 欲化众生 视现佛形 佛形就是我们讲的爆身佛最大的形 那这样子 那但是假如从这印化二身 这个印化这两字 刚才从这个解释也可以 那另外从单单它只是变化身的角度 那就是说佛千百亦化身 他为了要度化众生 他视现佛的形象 那这个也叫印身 也可以 那等于就是也是变化身当中的一个 那假的为了是什么 视现种种六道之行 六道之行这佛变成什么 鹿 变成一个恶鬼 变成一个天人 变成一个人到中 变成你的亲朋好友 那这种叫做化身 变化身 所以等于这个印化二身也可以说是什么 单单指的就是化 化身佛 就印化身佛 这样子 又驱开这个爆身佛 那假如说这个什么 印刚才讲为化视现佛形的 那为了菩萨这一类 为了印化菩萨 为了度化菩萨这一类 他心生爆身佛 那为了度化这个什么 佛式那时候的化身佛 有没有 佛不是我们待后面会讲到这个 我们到时候会讲到一个化相三宝当中的 这个佛出世在世的时候 他现了藏六比丘 就是为了视现给这个什么 其他的这个六道众生 反复众生来看的这个佛形 那这个也叫印身 那等于都从这个角度来看 来讲 所以这个印化二身也可以 印字也可以当成爆身佛来解释 那也可以都属于这个什么 化身佛的 印化身佛来解释 也可以 这样子 这个是 这个是 因为这个 这个在 古说的用词 翻译当中 他有这样的不同的相貌 解释 所以跟这边提出来 这个三身 一般我们常用就是法爆化 法爆化 那印化身这两个 印化刚才讲的这个印 假如约的菩萨来讲 就是我们讲这个印字 就可以说是爆身佛 那假如约的度化六道众生来讲 这个印化二身这个印 也可以说是什么 对化身佛的来收射 这样子 所以这个法爆化三身就可以 稍微再做一些细分 OK 那我们先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因为一个从因 我们讲说前之三血 从因寿命 那我们知道因中 因中最后才会有因 有这个种子 然后最后能成真 才能开花结果 那后二成果 后二成果 所以我们讲 卸托之鉴当中的 我们讲说五分法身当中 前三是 是因地的 然后后二是这个什么 果 果地上来寿命 果地寿命 那所以从因地里面 好 由戒互助 由戒互助 果成法身 果成就五分法身 那这个法身 法身 我们讲说成就五分 所以这五分法身来解释 你假如由戒互助果成 这是什么 果成卸托 卸托 卸托身 卸托身 就是说说 恢复本来的这个 亲近 这个也可以 卸托身 是不是也只可以 法身 定法身 你说卸托身是吧 定法身 那就戒法身 定法身 慧法身 然后再来卸托 卸托法身 卸托 之鉴法身 假如五分法身 来用这样来分的话 所以法身 假如以法身来讲 法 法 法 就是透过五分 可是这个后 他这个 这边有一个 从果跟从因 前三因 后二果 后二果 你有果上已经成就 你才有所谓的卸托身 跟卸托之鉴 对 这样子 从果上来赐地授明的 法身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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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卸托身 是指 借定会 解脱 解脱 对 这是五分法 五分分身 你说刚才的借定会 我看我这个 我回去再查一下宣主的 还有那个宏仪大师 因为这边 这个是宣主来定义的 定位类 看他的老人家的 配对是什么 我记得好像在 在那个什么 宏仪大师的 那个 三十二 他的有 有 截录一切出来 我再查一下 不是要用五分法身 跟三德 配对吗 可 这边好像不是三德 绝对 应该是不是三德 嗯 既然法身 他这个 我们讲五分身 又可以称为五分法身 对不对 五分法身 所以借法身 定法身 为法身 谢多身法身 谢多知见法身 都可以称为法身 所以法身是法身 三生蛋蛋的 三生蛋蛋的这个法身 我们讲法八化三生 的法身 那所以成就了法身以后 他就可以 从体起用 就可以产生 报身跟化身的妙用 这个法身假设解释这样 这样解释 似乎好像是 比较有 因为成就佛果了以后嘛 你才有所谓的谢多身嘛 谢多身就是什么 他都说 霍无之处 霍无之处就是已经 佛的内心当中 这个什么 所谓的那个 佛的成就佛果以后 他的内心 他就大圆境是毫无一点成垢 这样子 似乎有从这文艺来这样讲 这个法身 法身是果应该指的是三生当中的法身 法身佛 这样子 所以他法身佛才会有所谓果上的 所谓的谢多身跟谢多之鉴 这样的解释才会比较 比较合理啦 果上欸 所以刚刚的配件那个谢多德跟三 那是德啊 三生配三德 三血配三德 那这样叫三血配三生吗 不是 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成就是法身 法身佛 三生当中的法身佛 然后一的这个三 一的这个法身佛 法身佛是无形无下 但是他可以产生妙用 他显著相用 一个是报身佛 一个是硬化身佛 这样子 那这样解释就会比较符合这个 刚才这边有没有 我们刚才中间 佑 总是 晋即是所度之姬 三秤六道也 然后相即是能应之佛 所以为硬化二身 那硬化二身大概法身纪律 所以这边讲的是三身 所以这边法身指的文件 应该是什么 三身佛当中的报身佛 这样子 这样能理解吗 所以为什么才说五分法身 修到最后圆满的时候 为什么叫戒法身 定法身 慧法身 卸多身法身 还有什么 卸多之间法身 那指的都是法身 所以那个法身就变成是纯经 纯经就有 他就有做出很多的 对 对 这样解释好像似乎会比较 比较和 比较顺的这个文意 刚刚你们这样一直提 似乎也这么想 他还有叫了了兰大师的简单的解释 因为他这边只有讲到三身 又讲到硬化二身 跟法身 硬化二身 再加法身就是三身 对不对 这样子 那既然是要所渡的基 境界是所渡的 硬化六道 所谓的三身六道 就九法界 那佛去渡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 就先报身佛 那这个什么 身文跟这个读取 身文跟圆诀 还有来自我们的 这个六凡法界的众生 看到的是这个什么化身佛 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 刚刚还这样慢慢的归类出来 将来解释会比较好 比较好 所以这个什么 这边 所以才说定慧准 准此 可以类之的 应该不会太难 不会太难 所以成就法身以后 所以戒定慧 戒法身 会定法身 再来慧法身 成就了以后 因立修 戒定慧三水 成就法身了 那法身以后 从果上 接着法身这个下茂 从五分法身中 法身佛有什么样的一个 果上他有什么样 他就泄脱身 因为会 他会有 有波罗智慧 最后把所有的这个什么 无名 成杀祸 这个见识二祸 还有无名祸 都当主 最后能 最后什么断 最后的那个什么 金刚盗祸 一手空 最后成就大元尽至 那这就成就 祸无之处 就是泄脱身 泄脱身 这定义说 这个法身佛到极果 才可以称之为泄脱身 那这样 就代表 那个连那个什么 十地菩萨 也不可以称之为泄脱身 还不到究竟圆满 那有泄脱之鉴 便乃以出残破障 反造光心 故云泄脱之鉴 佛是究竟圆满的 有他的这样波罗 观照的智慧 所以在这个什么 五分法身当 这个成就法身以后 他是裹上了 从这个法身究竟圆满的时候 来定义这两个 这个所谓的泄脱身跟泄脱之鉴 泄脱之鉴身 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来配对这个三身 所以假到刚才同学这样的来 所以这个法身应该是指的 这个三身当中的法身 然后这个 因为文中了兰大师有提到 印身佛跟化身佛 就是指于报身佛跟化身佛 所以这加起来就三身 这样子 这样可能会比较合理一点 所以这个为印化二身 这个印指的是 这个印应该指的针对是报身佛 度这个登地以上菩萨的 那化身佛 化身佛这个化佛 度一次度六道众生的这个化身佛 化身佛 印身佛当中 大家看起来 从这个文艺跟大乘一章的解释 这个佛为了度化 说这印身佛印化二身 也没错 也没错 因为那个谁啊 那个我们讲的那个 穆金连尊尊者跟摄利佛尊者 那时候 还没成就阿罗汉果的时候 他也是六道的凡夫之行 他报底是凡夫之行 OK 好 然后我们就直接上课啦 因为刚 讲一讲 刚好我这时候开麥克风 他有录进去 到时候要解录 所以这边我们再 我们打开三十六页啦 我们这边 我们再看一下宣主的文 这个法指的是法身佛 法身佛 那这个 所以有法成立啦 有法成立 那我们刚才讲离体啦 离体是无情无相 必须要从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什么修啊 这个身上缘 这个戒定位三觉修 修到最后圆满以后 成就这个什么 我们讲说这个性的圆满 他这个产生 这个我们讲这个 本具的这个佛性产生作用 不然你有成佛的可能 他就是可能而已 他产不了用 你懂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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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等于说 他就要透过修了 那这个也说有法成立 那既然这样子的 礼 原理三法的礼 前面有讲的 替过这个圆 借定位三觉 透过五分法身的这样的 因地的借定位三觉 然后成就这样的 法身成就啦 我们刚才前面有讲的这个什么 这个获业祭勤啊 心性光显 忠始 始终 性 尽 无始无终 这就是佛的境界啦 法身的境界啦 这个法身的境界 法身的境界 那所以呢 有法成立啦 那法身既然成立啦 产生法身佛啦 这个他有妙用啦 随境分相 随着九法界的众生佛 都是随了 随众的真迹去度化他啦 这样来解释就可以 记号此相 为五分法身 记号此相为五分法身 所以啦 就是这个法成立以后 所以呢 借定位 卸托之见就是什么 报身佛的一个相貌 五分法身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 记号此相为五分法身 随境分相嘛 随境分相 随境分相 记号此相 这个相啊 此相啊 此相啊 就是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 佛都能产生这个妙用啊 五分法身 所以这个法身 借定位三学就是 借定位三学就是 借法身 定法身 惠法身 所以定位准此可吃啊 他也是法身 那厚惡从国啦 从已经 已经修险了以后 这个产生这个什么 究竟圆满佛果以后 才能所有 卸托 卸托法身 卸托生法身 还有这个什么 卸托之见法身 这样子 这个是 我们用 暂时用这样来定理说 定位准此可吃啊 准此可以类推 就是这个什么 定法身跟惠法身 指的都是法身啊 他记号此相 这个法身的相貌 就是五分法身啊 这个法身佛的相貌 就是五分法身 这样能理解吗 从因就是借法身 定法身惠法身 那从果上来看就是卸托 卸托之见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暴身佛 他有这样相貌 那随着这个什么 体相 那用的时候 他产生印 印身佛 还有化身佛 我们从体相 用三个来看 这样子 好 我们先 先简单解释到这边 我们往下看 不然 这个进度 会稍微落后很多 我们打开三十七页 五二 接着五二 这个简显圣用 简单的来显现 这个五分法身的这个 殊胜的妙用 这边 什么样的妙用 就是大皈依 做六道众生的大皈依 唯一佛法中 唯一佛法中 唯一佛门当中 是什么 三秤圣者 具持五分 五分 就是指的五分法身 三秤圣人 都具有这样的五分法身 三秤圣人 指的是什么 我们讲 身文 秤的 圆觉还有菩萨秤的 那菩萨秤究竟圆满 就是佛果 能为六道做大皈依 所以我们讲四圣法界 能做为六凡法界的大皈依 这就是他主要 四圣法界的这个什么 圣人他具有五分法身的功能 功德 所以可以做为六道众生的大皈依 所以你皈依这个什么 四凡法界的这样的一个圣人 都可以作为我们什么 未来成就佛果的一个什么 一个殊胜的大福田 我们栽培 修善成佛 修到成佛度众生的一个什么 一个我们在应力栽培的一个大福田 这个是简显生用 出歌 出山句 简易外道 外道不是我们大皈依 大饭天 还有第四天 皈依这个什么 皈依这个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他也是佛弟子 他也跟我们一样 都是大护法 所以你说他都 好你要皈依我也可以 那好以后我要引导你 你最后要皈依佛的 大饭天跟第四天都是这样子 他们都是佛弟子 跟我们一样 所以简易外道 我们不就要去皈依其他的外道 那三乘同俱 是三乘同俱 那礼间大小 所以他从义礼上 这个什么 这个五分法身 是三乘都具足的都有的 顾名 这边 名同正义 小乘的 僧文乘正的五分法身 跟这个什么 我们讲跟菩萨圣正的五分法身 他的定义可能会有差别 他虽然名字相同 但是他所正的里面的那个义礼 跟那个阶位可能会不一样 准善可知 准善可知 准善 就准这个刚才这个 解释五分法身这个地方的相貌 那能下 能为做大皈依 能为六道做大皈依 这是显他的妙用 他的殊胜的用 用五分法身 可以作为六道众生的大皈依的境界 这简单 简显生庸 那再来看五三 四三宝相 这个离底三宝 原理三宝的相貌是什么 我们看这文 顾论云 归于佛者 为一切智 五分法身也 这个论指的是萨佛多论 我们再往下看 归于法者 为灭地 灭盘 在萨佛多论里面的 归于佛跟归于法 归于生 那归于生者 为诸贤盛 学 无学 功德 至生 他生 尽处也 就处于这个什么 有肉 有学位跟无学位的这些什么 这个圣人 所以这个出果 来自这个三果 那个什么 出果相 还没进入出果的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的 这个什么 归生的境界 那至他 既至他或灭 无 及至他或灭 处 及至他或灭 所无之处 至他或灭 所无之处 故云近处 他解释这个境处的意思 自己跟他的这个什么 这个烦恼都没有了 之处就叫境处了 他归于生 可以最后使定这个什么 至他这个烦恼 自己跟别的 其他的众生 所度的众生 这个烦恼都可以 最后能 最后能什么 这个 这个藏禁 藏垢 禁除 然后光显出这个 本来本去的佛性 故今云 一切圣人 皆以无为法得名 无为及无肉之别目也 无肉之别目也 无为就是无肉的另外一个 一个 这个什么 同意 不同名 这样子 我们来看这个小诗的解释 这个了然大诗的解释 引论 引论世中 引薩婆多论来显示他 这个归于三宝的相貌 出正寅 出正寅文出多论 多论是薩婆多论 一切智者即无分别智 一切智就是无分别智 一切智 无分别智 那这个 慈恩 慈恩指的就是什么 法相中的这个 窥姬大师 慈恩中 慈恩 慈恩大师指的就是窥姬大师 一切智 他说一切智者 智能开智 智能 智能 自己能开发自己的这个什么 波罗智慧 如梦 如 如睡梦觉智 所以这个梦中 他一样还是清醒的 就是像菩萨导 菩萨导駕慈堂来来度化我们 他也不会迷 所以这个梦中 关于空智 理智 真智 无分别智 他指的就是这个 一切智的相貌 他把它开显出来 就是无分别智 那再来问 一切智与五分法身 还有一否 这个一切智跟五分法身 有没有什么差别 是不是还有其他差别 这样子 答 一切智及五分中的 卸托之见也 代表说 这个什么 一切智就是佛的一切智 才能究竟圆满 只有佛才能坑一切智者 这样子 那就我们这样 五分法身的卸托之见 只有果上来寿命 对不对 那成就法身 圆满你又成就法身 法身佛 那只有佛 佛的境界才是 所以从果上寿命一切智 就是 指的五分法身当中的 卸托之见法身 今从标者 显师之故 今天从事 再怎么把它标出来 在显这个什么 师长跟这个徒弟 知就是徒弟 徒 师徒 师徒的差别 一个还在因地 一个已经是果地了 一切智者指的是佛的果地 这样子 所以归于佛者指的就是佛 一切智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当中的一切智就是 泄托之见 那只有佛才可以成为一切智 这样子 好的 那瓜福里面 最后一行 由三乘人皆具五分 三乘圣人都有 非一切智 非一切智 所以是归于佛者 这个一切智者之五分身的智 一切智这边指 我们旁边把它刮符 注明一下这是佛 佛的境界 已经是佛的境界 才可以成为一切智者 至于三乘虽具五分 非一切智 他的卸脱之境不是究竟的 这样子 好的 那这个再往下看 继耶书中的无师大智 在耶书就是随其解摩书中 这个无师大智 大义同也 无师大智指的就是一切智 就是佛的智慧 什么 这个 在经典里面有这个什么 哪一句突然间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 得相但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有没有 有这句话 诺离妄想执着 得无师智自然智 一切智现行 他有提到这个 这无师大智指的就是佛 本具的我们这个本具的这个 这个觉的 本觉 然后我们再翻到这个38页 瓜福 大义同也 所以这个无师智就是耶书当中的 耶书当中的大 一切智指的就是 耶书当中的无师大智 就是一切智 所以佛的智慧才叫做无师大智 那再来 因为佛究竟圆满嘛 假佛要真的以什么为师 以法为师 那我们看灭地者 未灭大患度是流 大患什么是大患 大患应该指的是生死大患 我们众生有所谓的什么 分段跟什么 变异生死 对 这个灭地理 我们知道灭地就是 世政法 那个世 世政地当中的这个灭地理 灭地理 就是这个灭地理 这个灭地理就是 他契正这个什么 契正的真理 真理 为这个灭大患度是流 妄音妄果涌尽无语 叫做这个叫灭地理 就是弃正涅槃 这样的意思 妄音妄果涌尽无语 那这个 这边的这个批语 灭大患还有度是流 这个度是流 施流指的就是 就是我们爱见的见 见流还有欲流 第二个是欲流 见流是三界的见货 见流 度这个见流 第二个欲流 欲界之一切诸货也 叫欲流 淡足见货及无名 这个欲流淡足 就是欲界的一切诸货 就指的欲流 那第三个 世流当中的第三个是有流 有 有无的有 有流指的是上二界 欲界以上的上二界就是什么 色界跟无色界 的一切诸货也 这样子 它的差 它的分段 淡足见货 跟这个什么 无名货 这样子 这个 这个第三个有流 那第四个叫无名流 无名流 是三界之无名也 有情为此 事法漂流而不喜 故无称呼之为流 事流 就是见 见流 是三界的见货 再来欲流 所以它这几乎后面这个什么 第三个欲流跟有流 应该是属于什么 私货 私货的部分 比较维系的私货的 欲界的一切诸货 还有这个上二界的一切诸货 假如这样来看的话 因为这个什么见流指的是什么 见货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 货来有三货哪三货 见货 私货 还有无名货 有没有 这样子 无名货也就叫成杀货 可以这么说 大概是讲四流 见流 欲流 有流 无名流 这无名流指的是三界的无名 好的 我们先简单补充这边 那再往下看 这个三十八页的第一行 这个灭帝者 讲完 神 这个 忘因忘果 永静无语 神之所断 决定如实 那你假如灭帝里 你真的 那个什么 震断了以后了 真的就是烦恼断除以后 决定是如实的 如实的 就是你已经觉悟了 你不会再迷了 这个真实的觉悟是这样 故迷为帝 这如实的叫帝 这真理叫做帝 所以世政帝当中 为什么用帝 帝就是什么 刚才讲的那个世政帝 苦帝 还有这个什么 苦疾帝 灭帝 还有道帝 这个是帝 是真实不虚的 你假如如此一修 你就可以什么 杜托超出三界 这个可以气盛这个 我们讲涅槃 那涅槃此云原己 涅槃原己 那因 因地里面 因灭苦 因灭苦固 因为我们知道 因是指的是什么 极地 极地 对不对 因为你之所以 会 我们会受报 会有这类苦报 就是因为 你因地有这些什么 烦恼的 烦恼的极因在 所以 世政帝常常有时候 我们简单的讲 知苦 断极 木灭 修道 我们所断的 要断这个繁茅 所以因灭指的是极灭 因灭苦固 因灭苦固 所以你假如因灭 你既然那个果报 就不会是果报 寄贈此德 就正气正涅槃 那再来 圣贤明通大小 圣贤明通这个大小 大秤跟小秤 菩萨 还有僧文圆訣 那再来 句论为局僧文 句的这个撒伯多论 因为撒伯多论 是小秤论 他为局僧文秤 所以他指出 这个归一僧 这学无学者的果位差别 有没有 这个文中归于僧者 为诸贤胜 贤胜指的是大小秤 但这边 撒伯多论是局限于在小秤 所以学无学指的是什么 这个什么 僧文秤的这个 出果二果 三果四果 出果就是有学位 出二三都是有学位 才有四果才是无学位 所以果位的四果的差别 功德即是所正之理 功德是所弃正的理 是什么理 涅槃就是灭地理 弃正的就是灭地理 灭地理 这个也是这个 这个圣人的功德 功德 他功德有什么功德 他断了无名 断了烦恼 断了爱见惑 见识而惑 他最后弃正灭地理 是这样这个意思 所以他功德指的就是这样子 他有所断正 断烦恼 然后正的这个什么 涅槃之理 这样子 所以他称之为功德 这才叫功德 所以那个什么 有名言 那个什么 那个 达摩大师来度那个谁 梁武帝的时候 没有 说他毫无功德 因为他还有一个我 我在 对啊 所以那个保治公团是 这个 这个皇帝 您真的是错失 这个是真的是大成就者 你怎么错失 这样子 他讲的是对的 对对的 因为你还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对啊 好的 那我们再来 自他尽触者 自他尽触者 理无彼此 就了我们那个 自理 自理 前面讲的那个自理 理第三 那个自理就是我们的心体 本性具的这个理 这个理没有彼此 你有佛性 我有佛性 唯独佛的佛性是有妙用的 他已经成就了 他成就法身 法身佛 他有这个妙用 我们没有 我们只是还是明智的 这样子 理无彼此 都有佛性 皆可依故 那这个地方的理 所谓的气震的 他们都是什么 譬如说 我们可以说 初一的月亮 跟初五的月亮 是不是同一个月亮 对 就是这个 这个道理 这个月亮彼此 无彼此就是 但这个理 就是同样都是一个月亮 只是他们出国的 断的烦恼 跟四国阿罗汉比起来 当然四国阿罗汉 断的烦恼 比较究竟一些 这样子 这个自他尽触 那顾下隐正 顾下 顾近隐 不是 顾金隐 这个下是隐正 隐金正 即什么 我们这句话就是 金刚波罗蜜金 文件未易的金刚金 金刚金 一切无微法 一切圣人皆与无微法 而有词别 有没有 我们在金刚金里面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魏裔的 应该是北魏的 魏晋南北查的魏 应该是 他这边说 一切圣人皆与无微法 得名 得名 可能金刚金的同本意义 再来往下 这个理相差别 理跟相貌的差别 如后正观 如后就是后面 会加以说明 然后在无微下是点义 无微是点义 因为这边就简单点道 所以理跟 讲到说 既然圣人 圣人的差别 既无微法而有差别 所以既然这个理 无微法就是理 所欺证这个无微法 理 还有下面的差别 他的差别怎么样 他这边没有详说 所以如后 后面还会细说 所以无微 无微现在就点义 这是什么 无肉 就是无肉 就是你烦恼断得越多 你气症的这个法身 显得越多 显得越圆满 这样子就是他的差别就差别 所以才分这个果味的差别 不是真的有一个 不是真的有一个阿罗汉的果 可以让你去得到 不是 所以因为你断烦恼 断到这个下茂 所以佛明假号说 你在这个结尾 因为你这个月亮 所以初一的月亮跟 十五的月亮 就是同样的月亮 可是还有差别 对不对 一个是 比如说初八 半满月 一半是亮的 可是你初一才一点点亮 还是有差别的 还有差别 但是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指的都还是这个真理 气症的都是这个灭地理 都还是月亮的 这样子 好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 问 问旧文谈理 既当大秤 旧这个文来谈 既当大秤 那四相引文何一小论 这个假如 既然你引金刚经是大秤的 那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引金 是引大秤的 那后面这个论 为什么用引小论 这个了然大师的一个自答自问 他把这个当中的这些 要现在阐述的道理再提出来 答原教门中 无无是不可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 这个我们讲说 这个原教 原教是原顿法门 这个 所以义音我们可以说什么 这个随众生 我们讲说你真的是一个原顿的 这个无教不圆 小秤的你也可以把它说成原顿的法门 所以佛在那个什么 是活在法华经是不是 法会像是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随着众生的根基他听到的不同 有人有听到佛讲大政法 他政得阿罗万果 有人听到他政的菩萨果位不同 同样讲的为什么会有差别 这是众生的根基 所以佛陀在法华经里面有讲那个 那个大树 小树 还有花草 有没有 同样佛陀这个下 佛陀好像说法 好像下一场甘露雨一样 可是我的根基就是小草 我只吸了水 就可能吸到这么多 就饱了 可是你一个餐天大树 他可以吸好几顿的水 不同 都是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 随着我们众生的根基 我是小草的根基 听到了我就振小味的果 可是我是大树的大根基的 听到的就是佛的圆盾的法门 这样子 所以圆盾教宗 无时不可 他随手拈来都是圆盾的法门 所以文小大用 如海纳穿 你说这个小溪流 你这个跟排水沟 你说这个我们厨房 排出来这个水 或者小溪的水 他没有大用 但是他最后会归到哪边 大海 所以他是不是大海里面的 这个水是一样的 这样子 如海纳流 所以大海是百川都接受的 不管你什么水来 到我大海全部都变成什么 同一位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什么 原人说法 无法不原 对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一个 你一个已经是一个 一个什么 真的圆满圆盾根基的这个师长 你来讲 来自佛来讲 什么法都可以什么 会归到一层 这个所谓的一佛秤 对不对 所以像你看 佛陀开三秤 未死失全 那最后也是最后倒归 倒归也是从我们这念心 一佛秤里面开演出来了 这样子 好的 我们再看 法身所正即是大涅槃 法身所正是大涅槃 那至他尽处亦即灭地里 灭地里 所以这个至他尽处就是灭地 也是趁机气正这个灭地 灭地 就是涅槃 也是涅槃 法身所正是大涅槃 那尽他灭处是灭地也是涅槃 那三法相混若为分之 那四三法相好像混在一起 怎么样来分 怎么来分 三法相 我们往看答 这个三法相应该指的是佛法身 这样的一个相貌怎么来分 因为我们这一阵在 这个在讲什么 四三宝相对吧 三法相 答 这个礼本是一 岳相分三 这个使本是一 为众生开三 为食施权开三 所以开圣文秤 开圆觉秤 开菩萨秤 这样子 礼本是一 岳相分三 这样子 就像你今天是一个老师 可是你遇到的是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 你可能要跟他教他 你不能跟他教大学的课程 你给他救小朋友 他连拼音都还不会 你可能要叫他 啵啵莫范范范范范 对不对 你遇到国小的同学 他这个 这个啵啵范范范都会 那你就请他来念这个课文的内容 他来念 看他有没有念准不准 对不对 那你遇到这个 什么 这个大学 国中以上 或者什么大学的 他国文都已经很强 来写个作文 对不对 不同 你不同根基的 所以就约这样 同样你是老师 老师可能随着众生的根基 你就分出了不同的善巧 所以礼本是一 岳相分三 故叶书 这个随机结末书 当中就提到 虽有一意 相有差别是也 就刚才讲 龙树菩萨那个道理 那个中论里面讲 一有空一故 一切法得神 那一切法虽然有 有身螺万象 整种不同的差别 无量无量的差别 但是他的本质 都是什么 一意的 他的本质都是有空一意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座诸位 每个人相貌都不同 但是什么 我们有相同共同的一个一个像 是什么 我们都有佛性 对不对 这样来讲 有高癌胖瘦男女差别 等等 但是我们都有佛性在 这个样子 我们把这个讲完 多论云 差不多多论云 以法而言 无师 无学 无师 跟无学法 为佛宝 无师 无学法 为佛宝 简易弟子 他为了简别弟子 撒伐多论 以法而论 什么是佛宝 这个无师 无学法 是佛宝 简易这个 弟子的 知的部分 就师之的知把它剪除 就是指的是师长的意思 非学 非无学法 指的是什么 法宝 非学 非无学法 指的法 显示所正之理 理什么理 灭地理 灭地理 灭地理的经验就是无情无相 这样子 无微法 对不对 我们讲无微法 一切圣人皆与无微法而差别 那气正的空性 那气正的越多 当初的烦恼越多 所谓的断一分 断一分无明 正一分法身 这样子 所以 非学 非无学法 指的就是法宝 所契正的这个真地理 我们讲或者灭地理 生文 学无学法 指的是生宝 这是萨伯多论里面的定义 定义这个佛法三宝 这样子 简易这个教主 顾标生文 所以生文学 无学 因为在小乘里面 他也是把佛陀佛当成什么 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这个什么 大罗金仙 这样子 这样子 也是阿罗汉 这样子 所以简易教主的 这样子 为佛 为佛无学 此通学人 只有佛是无学 其他的生文 都是什么 是学人 这样子 这个生文学 无学 为生宝 这萨伯多论的定义 以义而推佛 以义而推佛 与生属能证之能 所以佛跟这个什么 这个生都是有情世 都有情的众生 他是能证之人 法是所证之理 一个能证跟所证 这样一个能证之人 一个是所证之理 所证之理就是灭地理 这个真地理 那又能证当中 在能证的人当中 又分为老师跟徒弟 所以师就是师长 知就是徒弟 两亿的差别 这个这样子 这就层层的剥开 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就比较不会混淆 就下面都混在一起 搞不清楚 到底这个生宝指的是佛 这个学无学 佛也是无学者 无学位就近的无学位 那是这样他咋做一个区分 那别就之中 之就是徒弟 弟子当中 果位不同 那就弟子当中 就有所谓的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这样子 就有不同 所以在分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的时候 是预约的这个什么 弟子当中来分的 所以弟子当中 他弃正无违法 弃正多少这样子 那准上论云 差不多论 理理三宝 原理三宝 还约画像以分三亿 还约画像三宝来分三种差别 因为我们知道画像三宝 你可以提早翻到画像三宝这边 第几页呢 我们之前讲过的画像三宝 看一下 大概43页 他这边 这边打黑体制中间的黑体制 有没有 释迦如乃及为佛宝 所说灭帝为法宝 先至苦境为生宝 这个就是画像三宝 只有佛式的才有 佛念版以后就没有画像三宝 所以在这边讲的 那准赛伯多顿来说 离体三宝 这个离体三宝离啊 无形无相 那显出他那个相用啊 就还约跟画像三宝的这个 画像三宝一样啊 分成三个差别 佛法身三宝 画像以分三亿 则知这个什么 离体法身之相 亦指画像明矣 离体法身之相 也就是画像三宝 这样子 离体三宝的法身之相 也就是画像三宝 所以这段当中 四三宝像当中指的啦 这个什么 这个三宝的相貌 也相同于这个什么 指的就是画像三宝 这样子 对我们讲体像用吗 有体的以后 显出这个像 什么 这边的这个离体三宝的相貌 就是这个什么 佛者这个 一切字五分法身 对不对 画像三宝佛在世的时候 佛就是这样的境界啦 对不对 那归于法导 就是灭地理啦 那时候的讲 佛者讲的四圣地啊 讲的就是灭地理啊 对不对 涅槃的道理 这个真地理 那再来归于身 身就是那些 诸阿罗和南那些地子来讲 就是属于身宝的部分 这样子 跟画像三宝就很像啦 所以像上的体像 这个像这个 那它在用上 就我们讲画像三宝 这样子 或者这个像上 也可以指的画像三宝 这样子 体像用 这样子 因为的理体无形无相 但是它的道理一显示 跟画像三宝 是一样的 所以所指画像明里 就很明显啦 所以这个理体三宝 跟画像宝来看啦 来看这个圆理三宝 圆理三宝 圆理三宝 它是就理上来看 那修到这个什么 佛啦 成就啦 法身的 五分法身圆满啦 那就是佛出世啦 那印众生的基来 示现这个什么 释迦摩尼佛的这个 霸上成道 那就有画像三宝的出现啦 这样子 能懂这个意思呢 这个大师他指的意思 这个了兰大师指的意思是这样子 感恩了这个 这个了兰大师的解释啊 让我们更了解这个 宣主的文 这个这么艰深啊 言简意该啊 能指出这个大义的所在啦 这样子 ok 那不然假如真顿萧文示意 解过没有了兰大师的解释 真的好像就是讲 这样说明就不到 不到 不那么清楚啦 所以虽然时间 我们进度稍微慢一些 但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解释啊 也能了解这个 这个了兰大师当中解释的 这个解释这个疑文啊 的里面的内涵更清楚 大家到时候在看这个文的时候 也会更容易啦 更容易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这样讲能稍微理解些吧 假如你们有所谓理解 那大家都去看文 那有时候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 禁法兴起就这样 有时候思路好像 还不是很通 可是多常常思维以后 久久慢慢那个思路 就能更清晰啦 我刚才同学讲的那个 刚才我们讲到五分法生 那时候 刚才这样一提一提 慢慢的就从文字里面 那个组织大德 他们都很简单点到 因为他们懂 他认为我们应该懂 结果我们马上会错 我们讲要去配什么三德 或者什么 最后原来是配法报 法报画三生 那将来解释就可以 解释五分法生 就更能透彻啦 这样子 好的 那向下文场 呼代来日回乡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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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